同学,上课,欢迎来到德意音乐教室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贴士 我们大家知道有时候我们通常弹唱 除了这样玩普通的调 就是standard tuning 我们还可以用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移调夹 夹去不同的位置,来谈不同的音调 那除了这个,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方法 就是把弦调低 全部调低半音,或者全部调低一个全音 那今天我用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里面这个一个小小的秘密 就是用调音法 我们来看一看 老师 我学会这首歌啊,弹给你看 这首歌 这首歌 我学会这首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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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,少年,你太年轻了 你这么辛苦干嘛呢? 来,老师做一次给你看 有没有 我学会这首歌 这首歌 这首歌 你不应该是 我学会这首歌 我学会这首歌 好,学会了吗? 那这首歌的音调,the key, 这首歌的key就是在b flat,所以其实也没有说绝对,只是原版就是会把,大家都知道,卢广仲喜欢把他的吉他调低全音嘛, 那所有歌,你会听到他的吉他都是比较低音一点,那包括这首歌,虽然这首歌不是他自己的创作, 那当然没有绝对,你可以就是跟原版,或者你弹回,用异调夹来弹A,A大调,只是真的是有点难弹,或者是难弹,如果要跟完原版的,弹的来咯, 这个更难 这个更难 下一个,对 太難按了 那如果你要簡單一點 當然你不用跟完全部 你只要有和弦 你會彈和弦 你會彈G key 或者是E A key都可以 好 看了這個影片 如果你學到東西的話 那就給我一個讚 或者是分享 或者是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